賴清德主席在今天的證件會發布了兩條假信息 針對核能 我從來沒有反對過核能 只要在核安不會要處理 核能一定是可以用 所以他既然說我反對核能 這是第一條假信息 第二條假信息 印度移工 在農動部以及彭博社發布的新聞裡面 已經在談協議 準備簽訂MOU 賴清德主席 既然否定這個 這也是假信息 其實我今天問的 許多問題都是人民關心的 也是要做為一個總統獲選人 必須跟台灣社會回答 但是很可惜我提出來 他們都沒有回答任何一個問題 我把房子交付公益信託 我也邀請侯市長跟柯主席 分別把他們的房子跟土地交付公益信託 他們也沒有回答我 我跟你講在昨天之前我根本不曉得這件事情 因為我老實講 多久 我回新竹也不會去那個地方看 你看喔 但是我有問題 我的個性是這樣 有問題我馬上處理 你看不像他喔 縮房被抓到又不肯改 然後稅集到現在 繳稅紀錄也沒有 被抓到最後 還叫縣兵去當他們家的保全監掃地的 那你今天才說要把那個 要信託 我跟你講喔 today太慢了